我们的作品名称为 车门安全开启机构系统 本影片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 分别是制作理念 作品特色及机构作动 现在由我来为大家讲解 第一点 制作理念 本次研究理念就是为了能够让每个乘客 或后方来车都能拥有更安全的行车保障 而不是畏惧下一秒 突然车内的驾驶或乘客把车门打开 而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然而意外往往就在开门的瞬间下发生 所以我们想借由这项作品 让行车安全更有所保障 第二点 特色 一 主动预防 指作品是以主动预防来运作 摆脱汽车以往的被动式安全装置 指作品能够主动预防事故发生 而不是像汽车的安全气囊一样 是在事故发生后才发挥作用 只能降低事故严重性 而不能预防事故之发生 二 多面向警示 兼具听觉及视觉的双重警示 再加上机构的主动辅助 增加后方来车反应时间 大幅提升预防事故之效果 三 独创设计 此作品的延时机构之核心 是利用居家、社区、公司 常见的大门电锁来加以改良设计及运用 电锁之特点 一 电锁开发历史悠久且技术成熟 不管是在国内外都被广泛使用 可见得电锁的品质深受大家信任 二 电锁的结构坚固耐用且稳定性高 毕竟电锁原先设计是为了防盗来保障居家安全 运用在车门安全装置上 对电锁来说更是绰绰有余 三 开发成本低 电锁是市面上被广泛使用之商品 不需另行开模制造或研发 四 我们将电锁原有之电路及机械结构 加以改良及设计 灵活运用于此作品 第三点 机构作动 首先先来介绍此作品的延时机构 钓链电锁 而电锁的中控则是由这块延时电路来控制 透过电锁的卡榫与车门角链上的档块相互配合 让车门在开启一定角度时 约5至15公分 会因电锁之卡榫被车门角链阻挡 而无法完成一次性的开门 等待2.5秒后 经由延时电路控制自动解锁电锁卡榫 车门将可完全开启 然而在等待2.5秒的同时 将更充分发挥警示喇叭 及装于车门侧边警示LED灯的作用 并且增加后方来车反应时间 接下来是警示系统 警示LED灯及警示喇叭及其电路 在开启车门第一段的同时 我们的警示喇叭会嘟嘟两声 警示LED灯会不断闪烁 直到车门关上为止 最后是我们的紧急按钮 它的作动原理是透过机械结构作动 直接解除延时机构 所以在车子没电的情况下也可作动 当遇到紧急事件时 在拉动车门法的同时 将紧急按钮长按至车门完全开启为止 车门将可直接开启 同时警示LED灯及警示喇叭 将会不停闪烁及作响 直到车门关上才会停止 车门关上才会停止 车门关上才会停止